2018年,当年仅20岁的梅西巴伯第一次踏进八角龙中时 就被众多格斗评论员寄予希望 24岁之前,超越现任UFC重量级冠军骨头乔恩琼斯 成为UFC史上最年轻冠军 梅西巴伯之所以能够被大家一致性看好 是因为他初登八角龙时就展示出的天赋与实力 让人不得不对他的未来充满想象 自从在白大拿的周二挑战者选秀赛事中脱颖而出后 梅西巴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四场比赛中 军事以KO终结的方式赢下比赛 这在女子营量级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然而,正当大家都认为梅西巴伯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女子营量级冠军 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时 2020年和2021年的两场接连失利 让一众全民们对他的前景又产生了怀疑 但对于这两次失利 梅西巴伯在采访中坦言 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沮丧 这场失利完全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涯目标 我仍将成为UFC女子营量级冠军 之后的几年时间 梅西巴伯摒弃一切杂念 拿上行囊 搬到了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的著名格斗俱乐部阿尔法男团 在这里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当中 虽然在接下来的四场比赛中 梅西巴伯都成功拿下对手获得胜利 其中击败过的对手甚至包括老将杰西卡艾以及安德里亚里 但梅西巴伯对自己的胜利方式并不太满意 全部都是通过判定获胜 这显然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KO终结对手 这才能展示出我的训练成果 梅西巴伯说 今晚22点半 青海卫视龙斗之UFC带来UFC格斗之夜的比赛 压轴看点将是一场女子营量级大战 由梅西巴伯对阵巴西女将阿曼达里巴斯 今年29岁的阿曼达里巴斯 目前战绩为12胜三辅 其中三次KO 四次降服获胜 2019年 以六胜一副的战绩以及MF草量级冠军头衔 被UFC签约 之后的两年时间 进入女子草量级的阿曼达里巴斯 在八角龙中 打出一波四连胜的战绩 不仅送给了对手麦肯齐邓恩生涯首败 还降服了UFC名将佩吉范赞特 一时间也是风头无两 不过随着阿曼达里巴斯开始在女子荧量级 与女子草量级之间来回征战时 连胜记录也随之终结 分别输给了玛丽娜·罗德里格兹 和前冠军挑战者凯特琳·乔卡吉安 女子荧量级排名目前暂列第九位 梅西巴伯对于这次的对手阿曼达里巴斯 丝毫没有展示出轻敌的态度 我认为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 梅西巴伯在谈到阿曼达里巴斯时说道 他是我通向女子荧量级冠军路上的一个障碍 但我认为我会在擂台上用KO终结的方式很快解决他 如今梅西巴伯的目标依然是女子荧量级冠军 而他眼下的首要任务则是用一场酣畅淋漓的KO 击败这次的对手排名第九位的阿曼达里巴斯 用无可争议的方式赢得大家的继续期待 至于他能够成功距离目标更近一步 今晚22点半 青海卫视龙斗之UFC值得关注 青海卫视龙斗预告UFC终极格斗冠军赛 2023年7月14日22点半 本期青海卫视龙斗之UFC带来UFC格斗之夜的比赛 压轴看点将是一场女子荧量级大战 由巴西女将阿曼达里巴斯对阵美国选手梅西巴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